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原创者的心目中 这个游戏其实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就是垄断模式 就是monopoly 玩法大致上是这样子 在环形布局的地图当中 玩家以购买地产 建设房屋 收取租金的方式来累积财富 在垄断规则之下 这场游戏最终只会有一个赢家 你必须要搞到其他玩家破产 游戏才会结束 也就是说玩这个游戏的目的 就是让其他人破产 最终目的就是只能让自己一个人赢 所以游戏名字才却比较垄断 听完你应该不会觉得意外吧 因为我们现在玩了大富翁 不管以什么媒介来玩桌游啦 或者是单机啦 甚至是手游啦 都是以这个样子的规则来进行的啊 如果你是个玩大富翁的高手 你一定懂得这个游戏的醍醐味啊 精心布局 收购土地 建造高档设施 目标就是让别人走到自己的土地上时 付出惨痛代价 通常呢 惨痛代价就意味着啊 根据游戏规则 必须支付的天价过路费 如果中招的话呢 要么建价输售资产 多年经营付诸东流 不然就直接破产输掉比赛 那更是悔恨交加肝肠寸断啊 那种互相陷害的快感啊 就是玩这个游戏最大的乐趣 我必须承认 我也蛮喜欢的 当然赢家获得的那种优越感呢 则是跟输家的痛苦成正比的 不得不说 这种嗜血残酷的快感 的确很能够符合人性恐怖的那一面 这个游戏多年来在世界各地流行 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游戏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大家封了第二个模式 叫做繁荣模式 在这个模式当中呢 土地是由所有玩家共同拥有的 而不为谁所私有 只要有人从买地中赚到钱 那么其他玩家就能从中获得收益 听起来很友善 但是这样子要怎么订输赢 这么搭都好 很简单 当场上最穷的人都能赚到初始资金的两倍时 这个游戏就可以宣告结束了 也就是说在这个模式底下呢 游戏的赢家并非是某一个人 游戏的目的呢 是让参与游戏的每个人皆大欢喜 这更像是一种合作游戏 每个玩家都需要思考 如何让最贫穷的人赚到更多的钱 这种模式感觉很陌生 也没听说过对吧 这很正常 因为孙中山在三明主义里面所提倡的那种涨价归功的学说 在台湾已经销声匿迹20多年了 这20多年来台湾不管是哪一场选举呢 我都没有听说过主要候选人提出过这种 要把涨价的利益归给公众这种说法 现在再也不存在 所以公众对这种说法会觉得 很陌生啊 有这种事吗 现在电视上 网络上讲的都是如何炒房啊 如何炒股啊 赚大钱啊 大家追求的都是什么赢者通吃啊 会所嫩模啊 都这种的 你看看每天网络上的那些讯息不都这么一回事 所以没听说过这种合作版本的大富翁也很正常啊 显然没销量的商品是没有人会想制作的 所以小朋友根本没听说过 还可以这样玩的 当然也不只是台湾这样 过去几十年里呢 全世界卖出过超过两亿套的大富翁游戏 这还是正版的 有授权的 盗版的更别说了 但是都是阎歌版本的 都只有垄断这种模式 人同此心啊 甚至直接就把垄断设定成了这款游戏的原名 根本不告诉玩家 还有另外一种玩法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现在全球风行的 不是完整版本的大富翁 而是只有垄断版的呢 首先是人类的劣根性造成的 多数人都沉迷于这种掠夺的快感 大家都喜欢玩整人的版本 很少人会问 还有别的玩法吗 我必须承认小时候的我也是这样子 再来就是很戏剧性的 也很丑陋的 大富翁被发明出来的故事 也是我们今天真正要讲的主题 这个游戏真正的发明者呢 叫做伊丽莎白·马基 是这位 他的命运呢 刚好就是这个游戏两个版本的最佳写照 我觉得他的故事呢 值得我们花点时间来讲解 并且思考 如果你听完这个故事之后 有点感触的话 希望你可以分享给你想分享的人 故事呢 还得从美国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 亨利·乔治说起 亨利出生于19世纪中叶 自幼家贫 在30多岁的时候呢 他开始为生活奔波 周游美洲 那个时候的美国正是南北战争之后 工商业快速发展的时代 那个时代被当时最受欢迎的美国作家 马克图文称为杜金时代 马克图文不愧是一代大家 这个名字真是恰如其分 那真是一个财富不断增长与累积的时代 但是那也是一个拜金主义的时代 那个时代的精神象征 是那些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人 比如说呢 石油大王洛克·斐勒 钢铁大王卡内基 只要看看呢 这些赚钱大王们的传记 与同时代的人们那种毫不掩饰的嫉妒跟羡慕啊 你就知道杜金时代的人们所关心的唯有金钱而已啊 所以呢 也是个巨额财富跟普遍贫穷 形成强烈反差的时代 财富的累积跟社会的进步 并没有带给底层人更多的幸福 贫富差距反而空前的激化 亨利·巧思认为 造成这种巨大不平等的原因 与当时的土地垄断是有决定性的关系的 当时美国广阔的国土与资源 正被资本家们争分夺秒的掠夺跟宰割 资本家以新建铁路 开发矿产为由 发行股票 设立垄断型的企业 藉由美国法律当中对土地私有制度的保障 将广阔西部的财富纳入私人所有 史称第二次工业革命浪潮 这一次工业革命浪潮带来的铁路 电报 电线 电灯这些现代生活的基础 是很繁荣 很富裕 没错 但它所带来的不平等 其实也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行为当然会让知识分子们义愤填膺 所以亨利·乔治在1879年的时候 就出版了一本叫做《进步与贫困的书》 强烈的抨击这种社会现象 书中主要的观点就是 政府的土地私有化是非常不公平的 它导致土地被极少数人垄断 拥有土地资产的人 可以将土地生殖的部分资产 全部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 土地的所有者 从整个经济的迅速成长中所获得的利益 早已大于他们所应该得到的 而这种制度也会使得财富 不断向拥有土地资产的少数人集中 使得贫富差距激化 如果我们不介入的话 这种现象将没有自己改善的可能性 所以乔治主张呢 人们的确应该拥有自己劳动的 所得的合理的利益 但是土地等自然资源 所产生的经济价值 应该平等的分配给社会中的所有成员 因为土地并不是某一个人创造的 土地应该是属于大家的啊 政府应该向土地征税 并且回馈给整个社会 20年后 孙中山读到了这本书深受启发 又过了20年 思考多年的孙中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思想 其中的民生主义 其实就是亨利·乔治的思考 但是隔着太平洋的这两个人 都没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乔治在竞选纽约市长的那一年呢 就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了 孙中山者一辈子呢 都是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啊 不过乔治在生前所影响到的人当中 并不是只有远渡重阳的孙中山一个人而已 大富翁的真正发明人就是伊丽莎白马基 也是这个理念的追随者之一啊 1866年出生的马基呢 与那个时代大多数的女性不同 是个出了名的反叛者 他很早就发表过支持女权的言论 是一位女权主义者 并且做过许多离经叛道的事情 大学毕业之后呢 马基就在一家报社上班 并且到44岁才结婚 这在19世纪末是很少见的经历 即使是在美国也一样啊 刚开始呢 马基主要靠写文章公开演讲 及开班授课等途径表达自己的想法 后来马基注意到桌游正在快速流行 他才决定以游戏为载体 宣传自己的理念 那么要如何设计才能把乔治的理念 融进游戏里面呢 那就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两个模式啦 垄断与繁荣 马基女士设计垄断模式的用意 并不是我们今天玩大富翁的那种动机 就是陷害别人赢者通知 我要赢到爽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用来警告世人 放任土地私有制度的结果就是 所有人都破产 只有一个人赢啊 而繁荣模式则是用来教育世人 涨价归功的原则 可以促进共同的利益 其实利益挺良善的 理解了这一点呢 你大概就明白 大富翁为什么会设计成有两种游戏模式 1903年 在孙中山还在绕着地球跑路 逃避清朝追杀的光绪29年 马基女士就做出一款名为地主游戏的作用 并成功申请了专利开始销售 在申请表中 他非常明确的说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 该游戏专利旨在介入土地垄断 对经济造成的不良影响 以及用土地价值税作为补救措施的可能性 不过话说回来你要做一款游戏 就你的申请表的意图是写的 这么学术这么专业的 那这个游戏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在获得了游戏专利之后呢 马基就跟几位合伙人创建了一家公司 并在1906年的纽约首次发布了这款游戏 此时距离中华民国诞生还有五年多了 而在几年之后呢 马基还曾经尝试与当时最大的玩具制造商派克兄弟合作 他希望这款游戏能够被更多人知道 并从中学到一些道理 但是凡事就怕探斯 马基设计的两种模式却遭到了玩具商的反对 其实这也是意料中的事 玩具商认为呢 这款游戏过于复杂很难受到大众的欢迎 尤其是繁荣模式犯了所有失败游戏设计共同的那种毛病 什么毛病 什么都好就是不好玩 所以这次合作便没有了下文 派克兄弟也许很现实 但他们对市场的判断是对的 马基设计了两种模式的大富翁 在接下来20年之间呢 销售都非常普通 总之一句话没完啊 然后虽然如说时间来到了1930年代 就是美国进入大萧条的集体崩溃的年代 当时有个叫查理斯达洛的实验人士 在家中萌生了一些邪恶的念头 什么邪恶的念头啊 把马基的地主游戏做点修改 然后重新上市 你应该猜到了达洛所做的改版 就是放弃马基设计这款游戏的初衷 把游戏当中的繁荣模式完全剔除 只剩下玩家互相掠夺厕杀的垄断模式 然后直接用垄断这个名字来销售 结果呢 结果是一炮而红啊 最终达洛凭借了修改别人的游戏创意 走上人生巅峰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中有百万美元财富的游戏设计师 那么马基呢 除了一开始的500美元的酬劳之外 他什么都没有获得 这500美元的酬劳呢 是派克兄弟买断游戏版权的费用 也就是说拿了这500美元之后 这个游戏以后的所有收益都不再属于马基了 此后这个游戏全球大卖 但是马基没有收到任何一分钱的收益 绝大多数的利润都进了达洛的口袋 与派克兄弟公司的金库里啊 这完全合法 就交易来说也很公平 这非常的资本主义 或者说非常垄断 本来应该要结束了 但读完相关资料之后呢 有点义愤填膺 先来做一点补充好了 当年啊 在达成500美金交易的协议时 派克兄弟曾经承诺马基女士 会保全壟断跟繁荣这两种模式 但他们搞了鬼 虽然根据这个承诺所生产的原版大富翁 确实被做出来了 但是并没有销售 而是直接从商店被下架 并且造回然后销毁 公开的理由是公司觉得那个模式啊 太过政治化了 但你想想也知道 这只是官方的说法而已 而更过分的是呢 在这个游戏的简介中 从未提及过马基这个人 我想 除了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 马基最心痛的应该是 自己设计游戏的初衷被完全颠覆了 如果只剩下垄断模式 我想啊 马基可能根本不希望这个游戏被世人所知晓 但是在商业资本逐利运作的逻辑之下 事情与马基的愿望背道而驰 后来马基也尝试过通过媒体发声 他有谁在乎呢 1948年 马基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 2015年是这个游戏发布的80周年 全球已经卖出了超过2.75亿份 垄断版的大富翁 但是在大家只骰着享受刺激时 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游戏背后的隐喻了 没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游戏的初衷是创造繁荣 而非制造垄断 好吧 虽然有点这个低沉 但是这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能够给你一点思考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的话 也希望你可以分享给其他人 我们下次见拜拜